男人为了完成一统天下的愿望 他不惜和魔怪做了交易 将自己即将出世的 孩子身体的48个部位出卖给了魔怪 为了证明他们交换了成功 一道离店披向了这个男人 20年后 当父亲跟这个孩子散散相见 他却依然执迷不悟 数百年前 在大地的最东方有这样一个国家 那里的战乱持续了数十年 战场上遍地的尸体 还有一伙敌军在做着检查 当他们发现了还没有死透的士兵 就会跑上前去 把他清理干净 这天夜里还下着暴雨 将军来到了一座寺庙 其实这是一座邪庙 里面有着48尊魔像 相传 曾经雕刻这些魔像的雕刻师们 在完成之后都发狂死去 因为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 他只能来这里寻求魔怪的帮助 为了保住剃活异足的血脉 还为了能够一统天下的愿景 他答应了魔怪的条件 把自己即将出世孩子的48个部位 出卖给了这里的48头魔怪 这时空中突然披下了一束离光 他也同时得到了消灭敌人的力量 在20年后的一场宴会上 一个衣衫蓝绿的老人在到处拉着人算命 突然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衣少年 他的装扮跟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老人走上前就要给他看手下 拉过了少年的手 脸上却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这时宴会中央的花魁出现了 少年没有理会老人 而是岂是向舞台走去 有人拦住他 但这人用力却发现 这是一只假币 接着少年奔向舞台 一刀劈掉了好魁的面具 而面具的下面居然藏着一头怪物 原来这个花魁就是蜘蛛精 他们在这里大闹天宫 怪物突然伸出自己的长腿 少年招架不住就躲在了桌子的后面 但他显然嘀咕了怪物的攻击 怪物的长腿隔着桌子 刺穿了少年的身体 可蜘蛛精也没有想到 这个少年居然是不死之身 刺在胸膛的伤口迅速愈合 就这样 乱了阵脚的蜘蛛精 在刚刚赶过来的小贼面前 被少年一刀削掉了脑袋 小贼被吓得呆在了原地 一时没了反应 丢东西的侍卓也追得上来 可这时 他们面前的少年 却捡起了地上的甲壁 和自己的身体组合了起来 跟着他没走两步就倒在了地上 右腿突然脱落 剧烈的疼痛 也让少年开始浑身抽搐 而原本光秃秃的右腿 居然瞬间长出了新的肢体 脱落的甲脂 也随即化成了粉末 接着少年走到两人面前 他把手放在眼眶上 抠出了一只眼球 然后跟他们问道 来到集市上 他停在了一个老者面前 原来少年叫做白鬼丸 手里藏着的这把刀 是这位老者的 他想跟老者再济用一些日子 但老者却笑着说道 白鬼丸走后 这一切都被小贼看在了眼里 看着白鬼丸离去的踪影 他向老者询问起了少年的来历 原来 从前有一个医术高明的乌医 在一天早晨 他同往常一样 到野外去采草药 乌医中 发现从一条小溪的上游 飘来了一个木盆 里面好像装着什么东西 于是乌医把木盆从水里拿出来 一看 里面的东西只长了脑袋和身体 虽然嘴巴在合洞 却发不出声音 但他好像能听到这个东西在哭 于是 他将这个看上去是人类的后代 带回了家 望着这个身世可怜的弃鹰 乌医决定给这个弃鹰做一个身体 他首先到被战火 退残了村落里 捡回了一些死因的残肢 把它们炖熟 然后用秘制的配方 调制好草药 撒到肉汤里面去 就这样 他从死因的残骸中 提炼出了生命之源 然后再把它接上电流 乌医首先造出了心脏 接着他就把制作出来的肢体 一个一个缝到婴儿身上 而人造出来的器官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知觉 同时受伤后 也能够自行修复 这就是为什么蜘蛛星刺穿了他的胸膛后 白鬼丸也依旧能够安然无恙的原因 有一天 作为引游骑士的老者来到了这里 但却发现 这里有很多鬼魂在骚扰他们 原来当乌医完全抓好这个孩子的身体之后 莫名其妙的怪物就疯婴而至 听罢 老者毁掉了自己的骨琴 将里面的斩妖宝刀赠给了孩子 原来这是一把带着仇恨住居的刀 老者一直在寻找这把宝刀的归宿 果然 当乌医把宝刀相信孩子的身体后 怪物也再也没来骚扰过他们 从此乌医叫他讲话 受给他用刀的技巧 乌医和孩子之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竟然添补了孩子天生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缺陷 时间一天天过去 孩子也在乌医的照料下长大成人 这天他回到家 却感觉到了乌医摔倒在了血泊中 在弥留之际 乌医叮嘱他 等到死后要把这里烧掉 他要把这种能使人复原的秘术从世上抹去 因为如果这个秘术 被那些为了自己参与而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得到 他们活的时间越长 越多的人就会更悲惨地被卷入到战争中去 就这样 白鬼丸按照乌医的遗嘱 烧掉了从小居住的草屋 但他又能去哪里呢 阵风吹来 一道充满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 原来自己之所以和常人不同 是因为他的身体被48个魔怪瓜分了 魔怪们利用他的身体欺骗老百姓 不过如果想要恢复原来真正身躯的话 就必须用他左臂的宝刀 斩出那48个魔怪 每达到一个魔怪 就有一部分真实的肢体再生出来 只要白鬼丸踏上寻求了旅途 自然就会碰到那些魔怪 而这种追寻的意志 也会和被夺走的肢体产生共鸣 为了夺回自己的身体 也为了找到为什么身体会被夺走的答案 白鬼丸独自踏上了求知的旅程 那以后 在老者第二次碰到白鬼丸的时候 他已经消灭了三个魔怪 但比起白鬼丸离奇的绅士 小贼更在意的是白鬼丸左臂的那把宝刀 他厚着脸皮上前搭讪 白鬼丸本不想理这个小贼 但也架不住他的死皮来脸 心里说不上喜欢 也没有讨厌 一路上 小贼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叫多罗罗 他不知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 多罗罗会成为他们路上的一个 过躁的旅伴 他们找到了一个西边休息 突然 冒出了一个长成人模样的神秘怪物 他张口讲话 也冒出了孩子的声音 但这次 一直是鬼怪如仇集的白鬼丸 不仅没有攻击他 还跟着怪物来到了一间 被烧毁的尼古庵 原来在这座尼古庵里 有10到20个小孩的亡魂聚在这里 这天来了一对夫妇 让多罗罗难过的是 正是这些人遗弃了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个国家战火频发 以前遭受苦难的百姓 只能舍弃孩子 而那些被遗弃的孩子 只能都送进了这座尼古庵里 并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中遇难 想到那些无辜的 被抛弃了的孩子们 多罗罗也只能气愤地离去 在路上 他向白鬼丸抱怨 如果没有提护警官这个暴君 在连一年的发动战争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孩子流离失所 自己的亲人也不会死 多罗罗发誓 一定要杀掉提护警官 为亲人和这些孩子们报仇 突然迎面来了一个妇身 在对方的邀请下 他们住进了妇身的家里做客 先是七个一模一样的 小女孩跟他们行礼 接着附身好好的招待了他们 多罗罗不知道 附身的这个嫩人就是魔怪所变 跟着还有魔怪生出的七个孩子 正在计划着连夜去偷袭他们 深夜 七个怪物蠕动着身体 他们来到了多罗罗休息的地方 房门被缓缓打开 怪物们拱着身子 就要把熟睡的多罗罗给吃掉 这时在房梁上 早有房被的白鬼丸跳了出来 打跑了怪物 两个人继续跟着七云亡魂的指引 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处暗道 而在暗道底部的密室 这里竟然堆满了孩童的骨汗 他们顺着暗道继续走到了尽头 却发现 出口就是那间起火的尼固庵 原来是附身帮助了这个魔怪 他居然把尼固庵 变成了魔怪的饲料厂 得知真相的两人开始分头行动 多罗罗召集起孙明 告诉了他们的真相 而白鬼丸来到了附身家里 找到了这个魔怪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附身在魔怪的蛊惑下冲向白鬼丸 可就在他们纠缠的时候 魔怪却趁机一剑刺向他们 附身死了 而白鬼丸拔出了身体里的剑 他几下就把魔怪逼出了原形 魔怪想要逃 却被他害死的那些轻盈王魂拦住 更是在王魂的帮助下 魔怪被白鬼丸一刀斩杀 孩童王魂的大仇得报 安心投胎去了 白鬼丸也从这个魔怪身上 找回了自己的肝脏 但村民看了他竟然吐出了自己的肝脏 纷纷大叫着 他也是怪物 叫他滚 完全不在乎 是白鬼丸帮助了他们 两人也只能在大家的驱赶中选择地离开 而这次的遭遇 让善良的多罗罗非常愤慨 他改变了一开始的想法 并决定帮助白鬼丸 要陪他打败所有的魔怪 让他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就这样 他们跟着白鬼丸身体的指引 一路上披荆斩棘 斩杀了一个又一个魔怪 从银花膜这里拿回了耳朵 跟哥斯拉这里夺回了自己的声音 最难缠的 要属这头像鹰一样的魔怪 白鬼丸几次都败入下风 但靠着多罗罗的帮助 从这头阴抹的身上 白鬼丸也终于拿回了自己的右手 而这两个人 也在战斗中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情 这天他们来到一处繁华的都市 一个机缘巧合下 白鬼丸在这里遇见了 提护警官的儿子 多宝丸 多宝丸见他身手不错 就带着白鬼丸回家 要他为自己效命 在这里 白鬼丸见到了多宝丸的母亲 可就在这时 这位母亲认出了白鬼丸衣服上的记号 而双母市民的白鬼丸 也利用天生的心眼 看到了这段被乘风的往事 原来当年父亲替武警官 要杀了残缺的白鬼丸 是母亲的拼命阻止下 才保住了这个无辜的孩子 看着当年已经长大成人的白鬼丸 母亲也激动的运了过去 白鬼丸一时很难接受 他轻荒地离开了小镇 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但就在这时 危险也在向他逼近 他被两头魔怪盯上 魔怪咬伤了白鬼丸的右手 因为恢复而来的肉体 已经不会像一世那样 能够迅速恢复 魔怪也趁机出生蛊惑 你只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即使你能夺回原来的身体 想和亲人团聚的愿望 一辈子也不会实现的 他们在攻击着白鬼丸 最后的心理防线 趁着他的尸神 魔怪们趁机偷袭 却被白鬼丸瞬间斩杀 借此 白鬼丸也拿回了自己的眼睛 但他没有恢复了喜悦 反而请求多罗罗杀掉自己 因为他的父母 正是多罗罗一直要报仇的仇人 冤冤相报何时了 多罗罗近时才想明白 他不要复仇了 他现在只想珍惜当下 只想要白鬼丸 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另一边 魔怪再次找上了醍醐景光 这是一个为了达成目的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男人 为了使魔怪全力的去帮助自己 他要亲自动手 去结果掉白鬼丸 母亲为了救孩子 也毕命在醍醐的刀下 时隔二十年 这对父子再次相遇 没有一点的思念 他每一次的出刀都是杀招 可尽管这样 醍醐也不是白鬼丸的对手 当他的刀架在了醍醐的脖子上 这时的白鬼丸却放弃了 他转头看向多罗罗 是多罗罗帮他放下了 心中的仇恨和执念 在这时 一个魔怪从天而降 占有了醍醐的身体 可就在魔怪要逃走的那一刻 突然刺穿了自己的身体 原来在刚刚的对战中 醍醐最后的一次理智 被白鬼丸唤醒 为了消灭魔怪 他靠着意志 把魔怪封印在了自己体内 他要和魔怪同归于尽 只有这个善良稳重的大哥 才能借管好这一国之军的位置 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白鬼丸还有一半的魔神需要打败 而在和多罗罗的旅途中 白鬼丸不仅要夺回自己的身体 也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多罗罗也想起了母亲死心的嘱托 只有遇到他真心喜欢的男子汉 他才能卸去男装 重新恢复女儿生 可白鬼丸还有24个魔怪 等着他去消灭 而在此之前 多罗罗决定继续做一个男人 不战斗就不会胜利 他们会在接下来的人数中 努力的活下去